民眾日前在花博針驗館 大規模施打疫苗 大家打同一種疫苗 秩序還算良好 但10月初有5種疫苗開打 到時候可能會造成混亂 重要的是要去很好的集合 過去的經驗裡面的確是有一些 不小心打錯疫苗的事情 或者是多打疫苗的事情 像那種案例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特別注意小心 第九輪打BNT 從9月25號到10月2號 高端第二劑 從9月27號打到10月2號 緊接著第十輪 從10月3號開始 9月28號到10月5號 長者打第二劑莫德納 這段期間AZ陸續提供第二劑接種 流感疫苗632萬劑 也將在10月1號開打 而且每種疫苗保存的條件也不同 AZ可以放常規冰箱 保存2到8度 BNT必須零下70度 莫德納則是零下20度 診所根本沒有辦法常放 一是擔心常領疫苗造成困擾 差不多領一兩天的量 放在我們的冰箱 然後打完了又再去領一次 太平溫去領疫苗也會照著我們的困著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希表示 近來陸續到貨疫苗大約356萬劑 預估10月中新冠疫苗覆蓋率 可以超過六成 接下來10月將進入疫苗混亂期 調度安排對中央是一大考驗 但無論是哪一種新冠疫苗 與流感疫苗 都至少要間隔7天才能接種 提醒民眾在打疫苗之前 務必主動告知醫師 疫苗接種室 記者洆湞瑪王一仲 台北報導 電臨 傳統